在人中享受游戏 从游戏里领悟人生 大家好 我是夜魔 咱们又见面了 本期给大家带来的是 狂暴的扭曲竖精 冒凯的第一视角 大家都知道 最近的这个版本 是天赋是有改动 改动最大的嘛 一个就是算是不灭 一个就是这个战争热忱 那么新版的不灭 可以说是更适合一个坦克了 更适合一个坦克 冒凯这个英雄 本来就是一个怪伤害 他这个伤害本来就让人看不懂 然后再搭配上 这个新版本的一个不灭以后 我自己玩了 我自己都看不懂 这个伤害我自己都看不懂 我是一共打了四把 那么一把打AP 三把打AD 这个打AP的那把 我还打的是加里奥 把那个加里奥都是 打的都是很诧异 都在对面打字问我 说你这个是什么伤害 跟开了外挂似的 好了 还是咱们这个 魔导日常的老规矩 先听一下这个声优 介绍一下这个声优 这个声优啊 跟这个扭曲树筋的伤害一样 让人看不懂 让人费解 现在这个兵上线了啊 咱先这个打着 等闲暇时间 跟大家这个详细的介绍一下 这名声优 我看了 当时我都一脸大喜的懵逼啊 真的是一脸大喜 一脸大喜的懵逼 好的 这个对战的是狗头啊 这狗头准备想counter我 他看我选了 一楼选了一个大树 然后他想 反正这个人也没伤害 我就选一个发育型的狗头 等到后期我就carry 对不对 他就是这么想的 我让你知道一下 什么叫没伤害啊 我让你知道一下 什么叫没伤害 好的 咱们先这个补一下刀啊 找机会 那么冒凯呢 是三级的时候 对拼起来是最好的 如果说是 特别是有些这个玩家 喜欢给冒凯带这个雷霆 那么三级就更重要了 那像如果是你带的不灭 的话二级就可以干 像这样 打不上去 q下 看看这个伤害 再给一下不灭 你看看这个伤害 我觉得这狗头都懵逼了 就跟我刚开始玩一样的 一脸大喜的懵逼 你他妈是瑞文吗 他在心里面讲 这个伤害真是看不懂啊 真的是看不懂 刚才 我 我给大家说实话 我要是 刚才是过三级 我带点燃 我直接把这狗头杀了 我就直接把这狗头杀了 就这么夸张啊 好的 咱们等等机会啊 等等机会 q一下 好的 先不要急啊 先不要急 等第二个q的cd 你找机会还能消耗到一波 好的 nice 中路是这个忍者大战武士啊 给个e好 砸到 好的 躲掉 等等等等 我现在也不怕这个剑圣来 剑圣前期肯定是发育 他过来以后也把我杀不掉 现在就是稍微压一下 稍微压一下 兵线多的话 剑圣现在是不敢来干扣的 再q一下 好 w 给个e技能 平A 补灭出发 再平A一下 好的 这边是给了个w 所以走得慢 被塔打了一下 再一个q 他快死了 他快死了 我们找机会啊 我看你回过家 你带的魔瓶 你以为我耗不过你是吧 狗头还是被动回血 他现在鼓势连刀都不敢上来鼓 你你再敢出来 我就打死你 你信不信我打死你 诶 你还不信这个鞋啊 等等等等 等一下啊 等一下 我现在 现在 蓝不太够 蓝不太够 我要我要打一个q w1 这 这个三下子蓝 因为我带的是多乱戒 可以找机会回点蓝 打兵回点蓝 找机会 好的 w q 蓝 他背后一个e 直接闪现了 他不闪现死了 怪伤害 真的是怪伤害 赶快给 赶快给打野说一下 这个上路没闪现 要抓赶紧的 赶紧点啊 这狗都懵拼了 这狗都真的懵逼了 你家 诶 哎呀 没够到 我们要杀他的 我们要杀他的 等一下 还是 还是老规矩啊 我们这个多蓝戒回点蓝 等一下 等一下机会 这车子 这车子我要补到 这车子我要补到 诶 你这狗都还不回 等等等等 好的 等等 还差一点蓝 差一点蓝 看着这篮量 把握好你的 算好你的篮量 好的 wq 再见 再见 怪伤害 真的是怪伤害 他就想 当然的以为啊 我是一个坦克英雄 我也就没什么伤害 真的 这个大树前期 这个伤害的 我给大家解释一下 为什么啊 大树前期 他这个技能的 这个定额伤害太高了 咱不说AP加成 他这个定额伤害太高了 再加上我出的是多蓝戒 还加一点的AP 然后再加上新版的不灭 w过去 q一下 q的时候 大家千万要记住 把他往你的 小兵的这边q 把你往 把他往你兵线这边q 然后再在他的背后 扔一个种子 有很大的一个几率 一般人的这个 潜意识就会 脱离你的兵线 朝他的 他的兵线那边走 然后你朝他背后扔的 这种子就很有可能 落下的时候 砸到他 造成一段的魔法伤害 再更让他炸一下 造成第二段的魔法伤害 wq e的第一段 e的第二段 这四段魔法伤害 叠加起来 再加你的不灭 那一下平A 你w过去 然后把技能放完以后 你不灭刚好是 这叠加好层数 然后转头就是一个不灭 给大家演示一下啊 好的 wq 背后扔E 好开R 不灭打一下 刚刚打爆一下 看看这个伤害 你可以看看这伤害 我是扛着兵线打的 我这是扛着兵线打的 狗头都疯了好吧 我要这狗头 我都疯了好吧 已经 这个真的是你想 W1一段 这个Q2段 然后E落下来三段 砸中人 砸中人三段 爆炸四段 不灭五段 然后R技能爆一下六段 我的天老爷 前提是你技能都丢的准 很多人玩这个大树 都觉得 哎 你伤害怎么 感觉大树伤害不高啊 你技能没丢准 我的兄弟 要么你Q空了 要么你E的话 没有打出全额伤害来 所以你这个伤害 才是这个 这个感觉上不足 所以说大家尽量 要把E的第一段伤害 要砸到人 这样才好 WQ背后扔E 再给大家演示一遍 好的 这个石头来了 我往后撤一下 他的Q好了 GG死你打 狗头直接可以 GG死你打了 刚才如果是石头没来的话 我肯定不会跟他拼 为什么呢 因为我没有R技能 石头来的话 我就不怕了 直接就跟他拼 哪怕没有R 他看我没有R 他开个R想跟我拼 当然如果是那个情况的话 如果石头没来的话 我就很危险 大家可以刚 刚可以看到 我还好 我对这个伤害判断的 还是比较准 我还血还稍微 比较多的时候 我就往后撤了 要不然把那个Q 再加一个瓶 就把我给换掉了 就不会 不太占便宜 所以说 大家对这个伤害 把握一定要准确 没R的时候 大叔尽量不要跟别人打 如果说是你通过R 就像刚才夜门展示那样 你通过R 消耗了对方一波 那么在你R没好之前 再不要千万不要 轻易W上去 很可能被打野给弄死了 除非你看见打野 在这个地图上出现了 对方 这个你又压制对方 这个时候的话 大家才有这个 才可以放心的 在去W上去消耗 一定要注意打野 因为上路 它是一个半人的路 它是一个半人的路 你要把打野算进去 好的 再Q一下 来来来就是干 W Q没好 给个E砸到 第二段伤害报到 然后给个R技能 不灭触发 好的 给个Q 再平A 再平A 他快拖低圈的时候 给他报R 报一下 怪伤害 真的是怪伤害 你还不走 搞死你 闪现 WQ 一段E 儿子啊 你碰旁边 那个小兵干嘛 你没看这个狗头的血 比这个小兵还要少吗 我这个术儿子 不给力不行 我不爽 我一定要杀掉他 你还想说他 吃这波兵 你想得到 倒美 我这死我也不让你 吃这波兵 你这个兵Q起来了 我还跟你玩个蛋蛋呀吧 狗头这个英雄啊 你跟他换 并且你这个兵线 推到他底下 他的塔底下 你不会吃亏的 你放进好了啊 哪怕有点这个赏 这个我有点赏 赏金让对方的 这个敌方单位 这个平摊了啊 敌方英雄平摊了 也无所谓的 不要让他Q到兵就行 所以说是这个 大家可以看到啊 刚才 这个这个是树苗 这个毕竟是R子嘛 这个 事实上有点不够用啊 没有我这个 万年老树精 这么聪慧啊 没有没有我 这么聪慧过人 所以他这个不碰 不碰这个英雄 不追英雄追兵 我觉得什么时候 这个拳头公司 把这个 这个树精的这个异技能 呃 这个判定啊 改成如果有敌方英雄在周围 优先追敌方英雄 那绝对可以 诶 见识见识见识 赶快剃 赶快剃 呃 起点威慑作用也是好的 要不 要不这个我们这边 有点麻烦 好的 W 哎呦 混了个助攻 这个拉克斯抢人头 倒是 这个这个 金克斯抢人头 倒是一绝 把拉克斯抢出来 好的 我们趁机这时候 正好能把这个水龙给收掉 所以说千万不要让狗头 把兵Q起来 把兵Q起来就很难打了 宁可就是说 刚才跟他换 我也不想让他吃 把这个底下那包兵给Q掉 因为我要是跟他换的话 呃 我要是想杀他的话 必须要 我自己要死 因为肯定我W过去以后 他这个脱空以后 第一时间就会 给我个W 我没有闪现的话 根本跑不掉的 主要是刚才 我那儿子太笨了 我那儿子太笨了 我那儿子稍微聪明一点 我也不需要去 这个月塔跟他换了 哎呦 这个亚索开始浪了 别浪啊兄弟 所以说这个 拳头什么时候 把这个儿子智商改高一点 周围有敌方英雄的时候 又先追击敌方英雄 多好 大家也不存在 这个一级能丢 丢不准的情况了 就是干 你有本事你过来 你有本事你过来 你看我 你看我打不打你 让我狂暴老树金 一记老树盘根教你做人 真是日了狗 这句话 这把特别适合 看见那儿子智商 我当时心里面 就一万头草泥马奔过 真想骂一句 真是日了狗 见面就是干 你敢不敢过来 好了 WQ 扔个E 开R 好的 触发不灭 来来来 你还跟我刚 来继续刚 继续刚 我就扛着兵线 跟你刚 再Q一下 平A 你看R 你看R 让你看 好的 W 等QCD 一个Q 哎呀 哎呀呀 又是差一点 不过这次我血多 先分下他走位 不要让他回家 兄弟 你感受过什么是绝望吗 这就是绝望兄弟 我都不忍心了 这狗头 好可怜的 在那使劲的平A兵 想回点血 但是并没有什么卵用 这倒霉孩子 为了Q个兵 连命都不要了 他不Q也不行 不Q的话 就根本没伤害的 哎呀 剑圣剑圣剑圣 等等的 这个剑圣不敢扛着兵线 跟我打 我可以趁机往后撤一下 好的 开R了 我一个W 一个Q 石头过来接应 石头 石头过来 石头过来 打野打野打野 哎呀 好的 我转头一个Q 哎呀 死亡闪现 死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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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我们这个 这个 打野还好 赶快赶过来了 要不我这个就比较危险了 刚才剑圣没有第一期时间 开R是不想 跟我扛着兵干 要不他很容易显得 因为我的Q技能能打断他的W 所以他还 非常非常忌惮我 非常忌惮我 好的 咱们把这个石光出来了 石光出来以后 再补个兵心 因为对面是 基本上是AD AD阵容 所以说是 咱们可以直接就是 补护甲就OK了 这把打得很激烈啊 各种钢 各种钢 咱们上线继续找狗头干 就是干 哎 你还越塔补我的兵 你就这么不怕死吗 兄弟 W 我就躺着兵线 Q 背后扔个E 我就躺着兵线跟你打 你奈我和 好的 给一个W技能跑的时候 我再抱他一下 然后往前跟 哦 这个减速时间怎么这么长 好的 再W 再Q一下 平A 背后扔个E 砸到一段 砸到二段 跟他继续钢 一个Q 技能全部砸到 等等等等等等 我现在没R 有个R技能的话 直接就是往前跟啊 W E 这个R爆一下 他就死了 好的 不能让他补这个兵 闪电过去跟他换 跟他换 跟他换 不让他补这个兵 并不是说是 给他说一下 并不是夜魔 就说是 专门跑去杀人 要死在那也要杀个人 啊 这就是一个理解问题 我在我的理解中 我只要是让他不要 Q到兵 我跟他换 我永远是占便宜的 啊 我永远是占便宜的 对面谁起来都可以 狗头不能起来 啊 狗头是不能起来的 刚才虽然说 他要回家 那些兵也是吃不掉 但是我就不能让他回 我就要拖慢他的节奏 那么他死了以后 复活 再赶到线上 这个时间越长 那么他的节奏就拖得越慢 他成型就越慢 那对我们 对我来说越安全 因为我大树到后期 肯定没有狗头厉害的 再一个就是说 我把他每次都把他杀掉 每次都把他杀掉 我宁可自己换 也要把他杀掉 就会他造成一种 心里面的阴影 因为他跟我对拼 他打不过我的现在 啊 只有我杀他 没有他杀我 那我一有机会 我宁可自己死 我也把他杀掉 心理上面也造成了一种压制 啊 所以说 就是不让他 安安稳稳的发育 就不让他 这个补兵补的很爽 不让他玩的很爽 那你的目的就达到了 并不是说夜幕 就是死也要跟他换个人头 啊 这是从多方面考虑啊 好的 W Q 给个E 再卡 见面就是干 补什么兵呀 就是跟他打 啊 我反正不补兵 我就不让你补兵 就是这样子 你面对这种发育性 就这样子 好 W 给个E 再给Q 好的 就跟他打 就跟他打 咱有这个补兵也不怕 大家可以看到啊 素人的杀这个 全技能砸准以后 砸中以后 砸得准一点 一技能一段二段都砸到以后 他的伤害是非常非常可观的啊 真的是非常可观的 我一般是主Q 主Q完了以后 WE我是对点的 也是一个个人的习惯问题吧 我喜欢对点啊 我觉得这样子 就是 更适合我的打法啊 更适合我的打法 所以说是 那你主Q 呃 负E也是可以的 啊 主Q负E也是可以的 负W也是可以的 啊 我喜欢对点 啊 我觉得这样子 最适合我 啊 所以说就是 咱们 对这个发育性英雄 就是不让他好好的发育 啊 人 他是人在玩 他不是机器 哎呦 这边我不去 我拦截一下 哎呦 这个家学跑路 是什么鬼东西 哎呀 我们队友赶过来了 好的好的 石头 给Q也好啊 石头 有没有R 石头没R 给Q 好 果然给了Q Nice石头 闪现一技漂亮 WQ 再见巨井 好的 再往下跟一下 亚厨过来了 好的 这个杰拉也要死 所以说是 哎呦 这没刷掉 怎么 给个种子 啊 所以说 咱们对面跟你对线的是个人 并不是机器 那么压制他 心理上面压制他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这是一个气势问题啊 这是一个气势问题 他心里面崩盘以后 那他进局也就崩盘了 啊 所以说 大家在玩游戏的时候 一定要多动脑子 一定要多动脑子 这就是为什么古兽战场上面 呃 经常会发现 这个 人数少的那一方 追着人数多的那一方 是时间在打 这就是气势问题啊 这就是气势问题 咱们 跟对手对线的时候 要把他心里打崩溃 那他这把也就崩了 啊 光把弹人傻掉是不够的 好的 WQ 背后扔E 这是老一套 给大家反复的调调 重要的事情要多 多遍的说 在R 就跟他卡他的位 边走边A 卡他的位 拖技能CD 好的 W 再见 哎 还开个R 挣扎一下 哎呦 你不能抢人头啊 石头啊 你抢我人头干嘛呀 我这打得正害批呢 好吧 嗯 帮了我这么多多次啊 抢就抢吧 嗯 也无所谓的 石头这种功能性英雄啊 人头拿多了 并没有什么懒用 呃 悄悄 趁他 趁他还不在啊 悄悄吐槽一下 呵呵 所以说 咱们一定要把这个 骑士打出来啊 一定要把骑士打出来 再一个是为了 让大家看得爽 啊 这是其中一个目的 因为我老师跟人家安安稳稳的发育 这个只要是有一定的危险性 我就不上去 刚刚大家看的也没意思 反正就是打架啊 打架 大家看打架就打得看得爽 又能学到东西 又看得爽 反正我就是无脑跟人干 就是干 就这样子 这把呢 也给大家 我觉得 这把的素材 能把这个大树 这种怪伤害 和这个窝枪 给大家传递的一种打法 我已经讲得比较全面了 已经讲得比较全面了 该表达的表达了 所以我觉得这把素材 应该能 应该能传上去 跟大家见面 所以说 问题不大 应该就是这把素材了 压锁 nice w过去跟一下 q到q回来啊 抱一下啊 抢个压锁 扔头 你这个减速 我的天老爷 这就是为什么 老跟塔下打的时候 我如果是把他秒不掉 我就不敢过去跟他打的原因 他这个w太恶心 你知道吧 我撵不上他 不好撵 那对面剑胜 结再加上狗头 我肯定要出护甲鞋的 不出耐操鞋的话 不好打的 我不可能出水晶鞋 来来减那个什么的 来减那个 那个他控制时间的 我肯定要穿那套鞋 你看这个压锁 不浪 玩什么压锁 不浪的压锁跟咸鱼有什么区别 他把这个精神贯彻到了极致已经 好 我再不讲 声优就没办法讲了 我觉得对面这个叫头的节奏 我总觉得 赶快 赶快趁这个时间 给大家讲一下 这个咱们魔导日常的惯例 声优 给大家讲一下 那么大树的这名声优呢 跟他的这个怪伤害一样 是一个怪声优 大家绝对绝对绝对想不到 他这个声优配过哪些音 大树的这名声优呢 是山口圣平老师 非常著名的山口圣平老师 山口圣平老师配过什么音呢 对声优 比较熟悉的 看动漫看的比较多的朋友 肯定马上就反映过来了 工藤新衣 没错 山口圣平老师配过的特别著名的角色 就是 明镇范柯南里面的工藤新衣 真相只有一个 就这哥们 他配的竟然是大树 我前面给大家放了 专门把这个音乐给调小 然后给大家听了一下 那个大树的对话 声优都是怪物系列 真的声优都是怪物系列 你能想象 那个男神一般的工藤新衣的声优 配的是大树吗 真的是怪 这个扭曲树精果然扭曲 伤害也扭曲 他妈声优也扭曲 他配过这个 明镇范柯南里面的工藤新衣 山口圣平老师 然后配过这个 上部视频 不是我做的是这个卡尔玛吧 卡尔玛 就是早已女乱马里面的 那个天道侠 那么山口圣平老师呢 配的是男主 就是乱马二分之一 里面的这个主人公 早已女乱马 他甚至为了 纪念他配的这个音 他把他自己的女儿 取名为山口倩 因为这个乱马封之一里面 那个女主要天道歉 所以他给自己女儿 取名为山口倩 所以说 可想而知他 又多喜欢这部动画 然后还有就是怪盗积德 大家都知道怪盗积德 跟这个新衣的声优是一个 没错就是一个 就是这位山口圣平老师 然后是海贼王里面的乌索普 长鼻子乌索普也是他 然后呢 这个犬夜叉里面的犬夜叉 死亡笔记里面的L 都是他配的音 除了乌索普那个斗鼻以外 其他都是男神啊有没有 他竟然被这个拳头公司找来 配这个 配这个大树 我简直理解不能 我真的理解不能 毁三观的简直是 扭曲 太扭曲了 不愧是扭曲附近 我服 我真的服 好的咱们言归正传 开始团起来 直接结束对面就OK了 诶 石头直接R了 好亚索加R 我看看能不能弄下女警 好的 闪现WQ 亚索R过来 我就开个这个R技能 学的不太简单 大树塔这个英雄 最强的就是他的团战 他的R技能可以说是最强团战技能之一 然后他线上配合不灭 线上又这么强 真的是无解 真的是无解 我这把打的还是个防御型的狗头 线上恢复能力还是比较强的 还是比较肉的 我前面几把打那个瑞文 打了把瑞文 打了把刀妹 简直不能看啊 打了把艾克尔 简直是不能看 被我欺负的实在是不行了 大家可以看到我那种 见面就是干的那种 伤害也那么爆炸 真的是很无解啊 真的很无解 艾克尔还好一点 那种线上没有恢复能力的那种英雄 真的会被大树欺负的很惨 个Q啊 这剑 打完就走 但是也 这个也足以体现出这个 这个大树的这个英雄的牛逼数了 太恶心了 真的太恶心了 牛痴 真牛痴 那这以后就是我的口头禅 太扭曲了 以后不说什么什么太变态了 或者什么太怪的 太扭曲了 好的 那这把就这地址没打了啊 想跟夜魔交流的这个朋友 大家可以这个关注一下夜魔的这个 新浪微博 然后 还有这个Q群 当然我这边也有日服的Q群 日服的交流群 有任何日服相关的问题 都可以在群里面得到解决 那么夜魔会把这个微博以及Q群 贴到视频的这个后面 贴到视频的后面 呃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那么有任何想问的都可以微博私信我 那么这边是 夜魔这边是有问必回 啊 微博是有问必回的 所以大家不要担心自己的 这个 呃 这个这个信息会失声大海 啊 不要怕 呃 微博和这个Q群 夜魔都贴在视频的末尾 啊 大家可以看一下 呃 微博求国关注啊 想跟我交流的也可以私信 呃 趁着现在 大家讲一下 这个 我大树的符文天赋 这个推荐吧 因为 我玩着服事服的金币太难打了 啊 我平时也忙 没时间打金币 所以符文我就两套 一套 AP一套AD 那我AP的那一套的话 肯定不带减CD的 对不对 带减CD的话 适合有些英雄有些英雄并不适合 所以我这把刚出来是没什么点CD的 我必须出兵心 那我给大家推荐的是 呃 大树呢 你的 红色你可以带双穿 你可以带法穿 我如果是有双穿的话 肯定带双穿的 因为 大树他的技能 放慢以后 中间要接很多的平A 而且大树他的攻击成长 其实不是很低 啊 不是特别特别低 还可以 真的还可以 你看我现在100攻击了已经 啊 那 还有就是 这个黄色 那肯定是固定护甲 打AP的话 那蓝色呢 如果是打 打AD职业 我就带这个 一定的法术强度和减CD 呃 然后打AP职业 我就带这个魔抗 带魔抗 成长魔抗或者是固定魔抗都可以的 大金华我就带这个固定的AP就好了 关于那个天赋方面 你带雷霆也可以 带不灭也可以 我是比较推荐不灭的 因为你毕竟还是个肉 你带雷霆的话 老是感觉 我觉得没有带这个 带不灭好 来得肉 所以说我还是推荐 带大家带不灭 不灭这个版本也更适合坦克了 还是比较好的 诶 对面这还是要挣扎吗 难道还不投吗 好吧 耐性可加 勇气可加 点个赞 他不投吧 我们这把 耗的有点凶 勾引一下 看能不能勾引出来 勾引出来就算了 我看他能耗的多久 我觉得差不多了 诶 杰又过来 你想干嘛 这杰已经放弃了 放弃治疗了 我估计在吵架 我是估计在吵架 要不理论上这个应该是投 连着坚身不动 估计在打字 吵什么架吗 有什么好吵的 好的 那你这就死了 好了 咱这边不投也得投了 不投我们拆掉了 这没得打了 这个已经没得打了 我们这边阵容很合理 真的很合理 我们这阵容唯一的变数就是 亚索如果是菜的话就完蛋了 这个阵容如果亚索菜的话 输出就很不足 但问题是我们亚索必不菜 那所以说这个阵容肯定是完成对面的 我们这个就打个三宝二 没什么问题 对面果然已经放弃了 你这个狗头过来还要死一下 这狗头可能跟队友在对喷 我估计是对喷 这就是我前期使劲杀狗头 杀出来的效果 但对面就已经有心理阴影了 狗头也不想完了 队友也开始喷了 就是这个效果 好的 谢谢大家吃野猫 咱们下期见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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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